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二月为什么特别短 一年有十二个月 每个月是三十或三十一天 却只有二月是二十八天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和古罗马有关系哦 在古罗马时代 一年只分成十个月 有四个月是三十一天 其余是三十天 加起来一共是三百零四天 剩下的六十一天是休息日 但是 老板 我要买面包 怎么还没有摆面包出来啊 今天还是休息日啊 所以没卖面包 啊 每年有六十一天是休息日 也休息太久了吧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如略凯撒 觉得一年十个月的分法不太好 于是找来天文学家修订历法 他说 休息日太长了 你觉得怎么修改比较好呢 如果配合星星运行和四季的变化 我建议再加两个月 变成十二个月 并且把单数月定为三十一天 是大月 双数月定为三十天 是小月 您看 这样是不是很规律呢 但是这样一来 一年却多了一天 三百六十四天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六天 糟糕 总共有三百六十六天 多了一天呀 只要从其中的一个月 扣掉一天就行了 当时 一年中的第二个月 是处决犯人的月份 只要是犯了重大恶性的人 全都集中在这个月份 处以死刑 所以人们总是觉得 二月到了 又要处决犯人了 感觉真不吉利 真希望二月赶快不完 于是 天文学家建议 将多出来的一天 从这个不吉利的月份扣掉 那就让二月少一天吧 以后一年有十二个月 二月是二十九天 其他则是三十或者三十一天 所以二月变成了二十九天 而且为了表扬 如略皇帝修订历法的公积 把七月以他的名字命名 称为July 新历法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极尾的皇帝奥古斯都 想把八月改成自己的名字 显示自己的公期 于是向天文学家说 就把八月改成我的名字吧 而且要像如略皇帝的七月一样 改成三十一天 哈哈哈哈 啊 是 遵命 怎么办呢 又要改 这样立法又要乱掉了 不如这样吧 天文学家和当时的罗马议会 经过一番讨论 做出了决定 议会决定 八月将以伟大的奥古斯都皇帝来命名 改为August 并且增加为三十一天 好 赞成赞成 后面的月份怎么办呢 后面的月份进行调整 将九月改成三十天 维持大小月间隔的顺序 所以十月改为三十一天 十一月变成三十天 最后的十二月呢 则改成三十一天 哎呀 这 不好了 一年变成三百六十六天 那又多出了一天了 那这多出来的一天 还是从不吉利的二月扣掉好了 好 就这样吧 赞成 于是 修改的立法完成了 天文学家赶紧去向皇帝 奥古斯都禀报 报告皇帝 新的立法完成了 很好 以后全国都要依循这个立法 从此 二月只剩下二十八天 这套立法后来流传到世界各地 一直使用到现代 都是 我们最后的计判了